強陣 漁陣 昨天晚上大家好不容易才鬆一口氣睡好覺 觀眾朋友 今天晚上開始 雨淡又要凌空炸裂 事實上已經開始了 現在開始準備進駐的防災避難模式喔 雨量 預報圖嚇死你了 半個台灣紫紅色一片 好可怕 雖然哥 我談這個天氣喔 可以叫做現身說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剛才在走過來露營的路上 雨傘被吹翻 全身現在還有點濕濕的 所以這雨非常大 我可以做驗證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地震過後呢 大家發現一件事情 奇怪 怎麼全台灣都陷入各位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紫紫紅紅的 這代表降雨量 代表非常可怕紫紅色一片 那之所以這樣的正式月來自於華北這個雷雨包 已經封面往南移了 所以台灣已經在整個籠罩範圍之中 10個縣市都陷入大雨特暴 而且不只是如此 各位啊 他們講這種大雨叫做百年一遇 為什麼 因為同時襲擊到亞洲 但亞洲常常下雨 但最可怕的是各位 連中東地區我們講的杜拜 阿聯等地 竟然這種沙漠地帶一年年雨量可能只有90毫米不到的 都變成了水鄉哲國 所以他們說這種全球的極端氣候 恐怕有可能讓全世界的人損失變窮高達38兆美金 好 我們看到了這個洪水有多麼的驚悚 不只是因為它出現在我們以為的沙漠國家 更可怕的是你居然從外太空可以清楚楚拍下這一大灘的水耶 對 我們通過所謂低軌衛星號高軌的這種射像衛星號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叫做觸目金星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們從太空來看阿聯 各位 這是原本的阿聯 你仔細看喔 就是我們現在鏡頭上播的畫面 這就是沙漠嘛 因為全部不是看到這種轉頭啊 雨仙琳我還在看什麼 我跟你講 下一刻你就知道了 因為現在的阿聯變成了這個樣子 君彥哥有沒有看到藍藍點點 藍藍點點 多了 多很多耶 像珠光寶石對不對 很像這種礦石裡面塞幾顆藍寶石 不對 這是什麼 全部都是湖泊 全部都驗色的湖 全部都積水了 有些甚至是湖泊 有些甚至都市積水 積到整個都變藍色了 嚇死人這個面積也太大了吧 整個沙漠地帶現在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從衛星現在帶你來看到石井 石井是怎麼樣各位 我帶你看到杜拜 杜拜現在的每一條馬路上的全部淹水 做大水淹大水 而且各位你要知道 杜拜全部都是豪宅 而且要嘛就是這種名媛 名人居住的地方 甚至有人附下聖地 結果沒有想到街上做大水 各位你不要看這種泡水沒什麼 我跟你講 有差別的 你在大陸泡到的是什麼 電動車 泡到的是小米 泡的是比亞迪 在這邊泡到的是什麼 凱迪拉克 勞斯萊斯 藍寶堅尼 靠許有巨富的富豪耶 都幾千萬的名車全部都發在水裡面 甚至你看有一個名媛還潑上電動 他說什麼 說這是他原本豪華的家裡面 你看這台車都全部泡水 自己的家裡面甚至還跑線出這種瀑布 各位有沒有看到 嚇死人耶 這個急流跟瀑布一樣 不只是如此 甚至是在路上的超跑呢 通通各位 保桿吊的吊 甚至有車主的兩千萬的車子 我也沒看到 每一台都是超跑 每一台都是上千萬的豪華轎車 汽車逃亡 我快跑 為什麼怕什麼 我嘴若在煙膏 我才是那個最有價值的 我身家數十億耶 貨水來就來 誰還管你有多少身家 對對對 我跑來再說 所以就更離譜的在這邊啦 有些大老闆 有錢到什麼程度嗎 你那個數十億汽車逃亡 你的小咖 你知道有個大老闆為了說不要自己涉水 你知道他做什麼嗎 各位你看到 他叫嚇人 先電好電子 他就是採用的財布 電好電子 我在採布 電好 我在採布 開什麼玩笑啊 他連水 腳都不願意碰到水 真的整個鑽車都空間耶 鑽石做的 不是空間 有夠離譜 好 我們看到了 這個百年一遇的大雨 除了中東 當然剛剛提到了亞洲 我們現在剛剛開始 而最慘的是廣東 廣東淹成了百年一遇的這個洪幻 問題是 你以為天災嗎 今天傳出 可能是人禍啊 有錢人淹掉超跑 他還有錢可以再買 但現在最難過的是什麼 廣東遇到這個百年一遇 很多人叫做家破人亡 因為家都沒了 所以他們現在很多民眾質疑啊 說不對啊 我們廣東以前 從來沒有淹過這麼大的水 即便間間歇區雨量很大 會不會是有個狀況 就是你為了保下游的廣中 所以才大幅度的洩洪 各位還記不記得雄安新區 那個時候也發生同樣的狀況 為了保雄安新區 所以把附近鄰近的地方 全部能淹的都淹了 他們就講 你看他這個山洪爆發 好 各位 嚇死人 這是在廣東喔 那我們看了一下這個畫面 你不講 我還以為這是電腦AI做的 這什麼情況啊 這根本就像什麼仙俠小說裡面的這種 什麼大怒神一樣 怎麼會有這種狀況 然後中間只剩一棵樹 是 孤零零的站在那邊 而且不只是這樣 很多百姓困在家裡裡面 他呢 人家是我家門前有小 他不是 他是一毛路 鐵毛布 為什麼 他望遠過去 撐著一隻孤零零的雨傘 但是他的前方只剩下什麼 一灘爛泥 前方就剩下這邊 各位 我很擔心他的安危 為什麼 因為他困在家裡面 進也不行 退也不行 然後一副很惆悵的樣子 那請問一下 坐吃山空 存糧也有限 所以有關單位到底有沒有救到他 也不知道 但不只是如此 我們講了 除了伴隨著大雨之外 最可怕的就是什麼 強風 因為他們就有一座橋樑的 風吹著吹著 各位 很少看到這景象 風竟然把橋樑吹斷 然後就你現在看畫面 你看喔 本來上面還有人 拿著手電筒再走來走去喔 結果下一刻 你看喔 雨來了 風來了 有沒有看到後面 整個全部都崩崩下來 這不是哪來的力量 這麼大可以扯斷這座橋啊 沒有錯 各位 我們從來有聽過地震很嚴重 沒有聽過風把橋吹斷的 而且還是水泥橋 不只是如此 那個畫面就更加驚悚 有人為了要保住自己的身家姓名財產 甚至是身材工具 他會做什麼事情 有風來 他不是跑 他跟這些有錢人杜拜的不一樣 他是要拼了命 緊急的把這些東西給爆住 各位 現在看到畫面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釣魚場 你看有沒有看到 大風來了 那個人 抱著那個 變成天外奇蹟了 鬼人都不會起來 我們再看一次 有沒有 大風來了 他本來想說我用肉身之力抵抗 我洪荒之力應該撐得住吧 撐得住吧 老兄 下去了 沒有喔 然後下一秒他就飛出鏡頭外面了 也不知道他最後飛到哪裡去 你就知道這個畫面有多可怕 為什麼說廣東的這一起所謂的 紅幻 暴雨會值得全世界重視 因為廣東是整個中國 南台灣 生產最重要的基地 我們講這個省太有錢了 富可敵國 其中重中之重在這個地方 深圳 深圳變什麼樣了 Junk 周建仁有一首歌叫做什麼 愛情來得太快就像龍捲風 但這個也來得太快了吧 為什麼 因為前一刻還晴空萬里 結果沒想下一刻烏雲密布 因為這個雷雨包來得又快又急又猛 等於就是說原本這才白天 就要跟我在講喔 這是早上可能正中午早上的時分喔 黑成這樣 對 黑漆漆黑媽媽一片 為什麼 而且是瞬間雷雨包來了之後 整片黑暗明什麼都看不見 舉頭三尺全部都是烏雲 所以你的這個情況下呢 不只是如此 甚至就連深圳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是廣東 現在災情已經一路衍生到了深圳 所以來看各位 我們剛才講的那邊 你都覺得小屋健大 為什麼 這是整個自助洗車廠 包括它的機器 包括它的投避機 來你再看一次喔 風太強了 所以整座洗車廠就這樣 往後變軌 變軌之後還壓到 你看裡面原本還有很多車子 停在那邊洗車耶 洗一洗之後 突然不知道自己人在哪裡 我是誰 我在哪 而且不只是如此 在河北這個地方呢 也同樣有狂風 原本的客人 坐下來準備要點餐 結果沒想到下一刻 菜單看沒有兩三秒 欸 奇怪 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 怎麼全部走過去 你就知道現在大陸各地 都因為這種極端氣候的狀況 深受其害 深受其苦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巨像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請問五八幾多 請睡見吧 氏 先進去 請問五七暴新聞